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大早 从台中来到有那么一点远的高雄山林 我们来拜访一群默默耕耘的好朋友 残济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的住持 原谱法师和贤士同修 他们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荒山野外 但是他们不怕辛劳 不怕流汗 到底所谓荷兰呢 欢迎您一起进入今天的好处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看 南瓜田 法师现在没有用什么 法师 你好 好 欢迎你们来 用什么 今天采南瓜 哦 采南瓜 啊 太棒了 你们为什么会种南瓜 哦 说来 说来画场 说来画场 但是也要说说给我们大家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了解一下 法师为什么来这里种南瓜 这是山林道场的所有权 这是我们七届的一个刘师兄他捐给我们道场的 那当时我们在这边整理好以后 这个我们的山林道场比较偏僻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好 交通蛮方便的 而且离市区不会很远 对 但是就是说 这边的图 之前他这边是种香蕉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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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 这差不多有四分地 那四分地 他这个地又很平 那又在路旁 对 这个交通什么很方便 很方便 那我们当时就说 那要来种一些植物 原来师傅设定山林道场是叫做药草园区 那因为药草园区 我们这边也比较没有专业的人 这边从高雄到这边来车程要一个小时 那也比较不方便 那我们就想说 那山林要介绍给我们全国的同修知道 要用什么方法 那就选些植物 那我们就去找找 有人建议说种寒吉 有的人说种什么菜籍 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那后来我们就选这个南瓜 那为什么选这个南瓜 因为南瓜 它才能用钢 它这个一种上去 它就会自己生长 你看这个就是它自己生长的 那当它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再来做一种改生 不能全部让它开发 一种里面这里流整个灰 让它可以生而已 不能一种都让它生出来 就只有一个小孩而已 所以这个阶段是不是人家 建议继续的所谓的蔬果 一样就是要把它生 台湾话说要生 那生了以后我们就等90天 90天 南瓜从育苗 种下去 两个礼拜 育苗包括育苗 就是一棵植 然后让它长三个叶子 就两个礼拜了 那再把两个礼拜 再把它移植到田里来 那在田里以后90天就可以收成了 这个当中 法师你的意思是说 不会需要花费很多人工来找 就是要来除一点草 然后它这个会 它这个会栓钉 要把它捞好 它有一个固定的生长的环境 不然它会生出来外面 老师 我看到了你看 对对 这个刚好就是长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它到时候会那么大 会很大 那年长到后来 它这里像这样 里面这里找看看 就大了 就变成两斤 它这个最多 在这里看到了 刚才那一个到后来会像这样 是喔 像这个是刚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收成的时间是 90天 像它这样要90天 从这样子长到大要90天 对 就像这个这样这么大 差不多两斤 几三斤 一粒 它这个我们选的这个品种 叫做一瓶栗子南瓜 栗子南瓜 一瓶栗子南瓜 对啊 所以当时你们在 从决定要种什么 你们就花费了慢多的时间 就找这个品种 可以省一点人工 那它的营养价值又高 对 那这样子的 那个附加价值比较高 对 啊 法师 我知道你喔 你原来 原谱法师可以讲是一个 非常杰出的女企业家 结果现在什么时候 还要种农村 还要种农村 变成这样子种南瓜 可以如数家珍 那也要感恩老祖 感恩师父 把山林交给我们道场 给我们高雄 那我们就用高雄的一些同修 是 他们的一个热心 那大家就来把这一块地 就把它种南瓜 所以今天 今天等于我们看到 在园子里面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这些都是我们 高雄道场的同修 好感动 等于今天也是收获的季节就对了 收成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么小的这个它是 它如果大一粒 我们也可以收成了 对啊 就是下一步我们分两段 这样人力才可以有办法支援 不可以做一次 做一次 没有那么多人 可以来做 所以这个要等两个 那个差不多这个要在90天 可能要等到过年后 这个这个要过年后 所以等于它也是 收成说起来也是蛮不错 对 因为在生长的过程 也要撕毁 第一个先把这个土地翻根一下 在翻根的时候就要放肥料 让它跟那个肥料跟土 土壤它们结合在一起 那再来这个 翻头 翻头翻一个圆一个圆 所以一定要用回管就对了 它当时有水来 才不会让水淹到 所以会有语句 语句的时候也没用沾 没沾到 沾到就会暖 暖 就是水智 对 我们这样管理的时候 管转是克兰同修 对 都是同修 好感动 可是同修他们自己也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都选择礼拜六 礼拜日 那今天因为我们今年有季族 所以把时间引到今天才采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500斤 如果是要算一粒 算一粒差不多是兩粒 平均 2500斤 這樣幾粒 1000幾粒吧 1000多個 是啊 差不多 數學很大 數學很大 現在1000多個就要多少人來 剪 搬 裝 是 現在做好了 我們會帶回高雄道場 再整理 等於我聽說你們現在為了種南瓜 你們就是有屬於你們的工作的SOP 而且是分組分段 有不同的銅修義工來配合 是這樣嗎 對 現在送回高雄道場 就會有另外一批的銅修 他們會來整理 因為這個有土 他們要先把土擦掉 土擦掉以後 土擦掉喔 對 土要把它切成乾淨 切成乾淨 還要用打包把它擦 一粒一粒一粒 對 切成 然後還要上一點油 因為這是在過年前 可以讓人擺在祖先的面前 或是擺在我們的道上也都觀賞 那我們還會貼 今年師傅就示給我們一個春字 春 對 我們就會貼春 對 讓大家年年春 春 對 是 好彩頭 對 所以 在你們這個階段 等於產品還在我們 高雄道場的階段 你們就有這麼多的步驟 對 對 那再來再擦好再貼 貼紙以後再包裝這樣子 才可以 送給需要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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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你們當初這樣子 開始這樣種南瓜 第一次種就很成功嗎 第一次是小四 差不多小四 小四 兩百十年 先試試看 你們有先四種就對了 那這三年前 先種兩百顆 那收成兩百多斤 感覺這個還可以 還不錯 對 人工不會用很多 所以你們這麼聽起來 本來就是說你們沒有第一次種 像很多人 很多朋友 在第一次種什麼的時候 都是繳學費沒有收成 沒有 我們有收成 真的 因為我們這些同修有的 他是勿容的 他就有得不夠經驗 所以高雄道場人才技技 對 所以等於就是說 團隊的這個合作 讓你們立於不敗之地 很重要 是 這個都要感恩老祖 對 他很會跨這個人來 想要什麼人 就什麼人出現 很感恩 他舒服提示 那就這樣子來運作 那已經今年算是 第四年了 第四年 對 來到這邊看到 生得很翁 這是有把那個花油把它生掉 產生這樣 不能讓它生太多 生太多它就變成很小 不會長大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 點點滴滴都是心血在裡面 對 只不過就是說 眾多的這個物產裡面 比較起來 屬於這樣子比較 還算可以不必 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是剛才說來的 對 你看 哇 好棒喔 你看這一顆都有兩三斤 這個豐收的感覺 是 師兄 你每年都來嗎 每年都來 來出草 來收成 謝謝你 謝謝你 好棒喔 看到 踩的時候 踩的時候 就先把它放在這個旁邊 等一下就會過來收 它這個地頭怎麼這麼粗 對 就是怎麼像那個 對 這樣它才成熟 成熟 是看到這個變很粗才算成熟 那個顏色要變到像那個炒的熟 不能太青 太青就要不成熟 要不成熟吃起來就水水 不爽爽 因為這栗子南瓜吃起來會像栗子一樣 甜甜的 對 爽爽 這樣 現在如果你還沒熟 你就把它收成的話 就會 還沒有 它的還沒有到成熟的水水吃起來 所以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才能採收也有學問 九十天一定要算好 一定要算好 九十天 所以這個日期 對種南瓜來講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對 你太久的話它一個老化 老化也不行 老化吃起來就不好吃 是喔 你吃起來蒸起來軟軟鬆鬆 對 從法師的言談中 真的我們下一次在吃南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到說 原來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容易的 有一個過程 事業有專攻真的是一點都不錯 然後這個吃要連皮吃 這叫全食物 全食物 這個皮也有它的營養 剛才我們有把生的先打開 裡面有膠質 對 而且南瓜是整顆都是薄 對 脂也可以吃 而且營養是超級的 對 好像變成叫做超級食物 對 攝護腺也滿好的 對 有這種養分 對 而且它的甜度 聽說對這個糖藥病的患者也是無妨的 對 這個糖是天然的 對 哇 愛它一下 水溝太漂亮了 喔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哇 啊 快點我們來店補一下啦 觀眾朋友 你看我們高雄道場的童修 老師 你們這麼棒 你看種得這麼漂亮的 栗子南瓜 聽說你種南瓜很專門咧 沒有啦 還是在這裡學的啊 你在這裡學的 我們這裡種三年了 慢慢學慢慢種 今年種不好 明年再改進 你以前種過南瓜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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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過田沒有種過南瓜 對 有種過田沒有種過南瓜 對 你種南瓜你是來這裡這麼好 對 來這裡第一年種 就成績沒有那麼好嘛 然後再改進改進 看哪一個地方要改進 所以你們也是從這個做中學 對啊對啊 得到的經驗 慢慢學啊 在這個中間你覺得說 喔 種金瓜原來也是這麼不簡單 你覺得是什麼 對啊 種金瓜 我們是說 沒有金瓜 人種出來就這麼漂亮 為什麼我們種 就沒有 沒有像人種的 沒有這麼理想 沒有種我們種的就是 露天的 沒有像人的 王宿的說 整棟都 整棟都這麼漂亮 是 它在土甲的就是會不會 對啊 有一個人會不會 是 沒有像說它那個 釣在上面說 把牠打給都那麼漂亮 喔 所以你說的就是 我們人的往事那種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金瓜 我們俗話就是說金瓜 對嗎 對 它本來就是在土甲的 對嗎 對 它以前是都整在土甲 對 這個人就把它改用 改成去關上 對 大朋友 所以你現在這樣 因為你參加了我們高雄道場的這個 種南瓜的這個班以後 這個義工以後 你也學到很多啊 對啊 你覺得說人家那個 這樣 本來生種在土甲 把牠打盆起來 它會更漂亮 對嗎 對 我們在土甲有的 古甲斑有的 對 那淡淡牠會弄牠 對 就是這樣 牠的歪子就是這樣 是 真怕算了 對 好不容易 哇 長得這麼漂亮 這麼大了 結果 你水太多也不可以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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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給牠 蜜蜜水太多也會弄牠 對 喔 是不是 鳥蜜蜜會來這裡 也是會啊 也是會啊 喔 所以 你在這個中間這樣 你 你是由 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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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喔 所以你今天 出來這裡補種 開始就都 整個都要 你都來就對了 對啊 啊 叫我們的 師匠師弟來幫忙 對 沒有這個人 沒辦法做 師匠 師匠 這台車說你的 你每年 你都附著說 在 我們的南瓜 沒有啦 我都附著 用我來給牠倒在 你是附著幾次 我們十九次 十九次 十九次喔 所以 港班 必做好朋友 我們都附著 掛草 掛草 做一遍 大家都要 小小 要掛草 就走 掛草 掛草 大家都很高興 就好 對 做運動就好 對 你來參與 這個 種南瓜 你參與 種南瓜 比較不一樣 他們都來 如果要掛草 叫我 我哪有用 才可以 稻子 稻子 所以稻子 所以 運輸班長 就是你 就對了 不是啦 我們這個 我都會稻子 對 你看 我們高雄道長的同修 就是這樣 這麼客氣 這麼謙虛 都不互相 這樣子 不爭工 我怎麼用呢 沒有 所以 你 你這整個車的南瓜 你是在那裡 在高雄道長 高雄道長 在那裡 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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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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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負借多少部份 負借多少部份 對 這部份不可以 我做這部份 對 所以我沒有 看多少部份比較不可以 對 所以不管哪裡忙你 就到哪裡去幫忙就對了 需要就去幫忙 過去幫忙 那你上課上多久了 你是第幾屆 26 26喔 26屆 26屆 那你剛進來沒多久 你就這麼發心 師父我說 他這個 他在功德 他在 經常有力參加 這個義工 是 努力當義工最好對不對 對 加油喔 你26屆你就懂得這樣子發心付出 相信你身體會更好 然後你的這個衛師 會讓更多更多的朋友 跟我們的中門結緣 謝謝 是 加油 你是第一次來參加還是 應該是第一次 第一次 因為之前那個腳很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蹲 那這次呢 腳好了 沒辦法蹲 就可以蹲了 好就可以蹲 你一蹲的話就可以來做事了 就可以來做工了 而且來做義工真的是非常好 很快樂 很快樂 第一次來很開心 很開心 看到這樣收成這樣滿心歡喜對不對 對 好有成就感那麼多 不過有看到那個爛的 心裡就有點好不捨 好可惜 好可惜 所以呢 要吃到一個好的 真的要珍惜 如果從這樣子今天來學習的話 你會覺得說真的要愛惜 我是二十六屆 我叫陳月慧 陳月慧 對 所以二十六屆的陳月慧 陳月慧 陳月慧師姐 每次來都不只一個人來 還有十九 初十九班的我一個大哥 他是我們中門的 可是我女兒是沒有 現在沒有入我們中門 還沒有進來 可是就已經常常參加我們的這個義工的行列 這個才那種自動自發的心是最可貴 也最令人敬佩的 對 反正到場有什麼事我都有參加對不對 船葬還有 還有什麼做那個 反正有做事工就有了 法會還有值班 法會值班 不管什麼 互談也有 我只要有我就會來 只要有什麼哪裡需要人才 你就到哪裡去幫忙 今天種南瓜最大的意義就是說 把我們的三民大廈 介紹給我們全國人 那我們選事多久 那用南瓜來跟大家一起 把我們的老主三民了解 讓大家認識 是 那大家會來三民來 牙村啦 對 運行之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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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